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紓困要聽名義 紓困要順名義 請排富發現金 這個禮拜二 本院通過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的修正案 當然 這也決定了另外一筆龐大的預算 同時呢 我們預估 大概300萬人受惠 難道現在 全台灣需要紓困的 只有300萬人嗎 顯然不是 需要紓困的遠超過300萬人 所以這是為什麼 國民黨團自始至終 所提的修正動議 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 在這一波受到疫情影響的民眾 能夠得到紓困 我們的版本 排富發現金 預估可以照顧約1500萬人 所以300萬跟1500萬 其實很大的落差 而且這段時間所有的民調幾乎在在的顯示 大部分的民眾現階段需要的是現金不是 酷碰券 雖然蘇院長也說酷碰券是第三階段的振興工具 所以顯然現階段需要的是救急的現金 至於酷碰券怎麼調 只要能夠振興 我想大家也會願意支持 但是現階段的是 對於300萬人的紓困到底夠不夠 顯然有很大的落差 面對這樣的民意 執政黨只不要一意孤行 不顧民意 無法實現對平民百姓的照顧 若助將來的經濟持續惡化的話 執政黨必須對國人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再次的重申 紓困要聽民意 紓困要順民意 請排富發現金 因為不只我們提出這樣的呼籲 現階段其他主要的經濟體 受到這一次疫情衝擊的國家 不管是美國、日本、新加坡、歐洲等等這些國家 現階段所採取的 也都是紓困發現金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證告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要求發現金是在反應民意 傳達廣大民眾的心聲 不要再把自己跟民眾自主隔離了 請聽到民意也聽到民眾的心聲 更重要的也請我們的行政院 還有決策官員能夠苦民所苦 施政當然最怕的是把腳彎或朝令夕改 但是好的政策不怕轉彎 好的政策也不怕收割 如何讓這些預算能夠最大化、最佳化、最廣化 讓民眾能夠感受到政府對他的照顧 才是我們最大的政策目標 所以請我們的行政院 文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by bwd6